现在是不是一想到诚哥 就心中喜悦 心跳加速 灭火耳吃无法自拔 你是不是喜欢诚哥 当时我正好就在厕所里面 拉肚子 你们是不知道 JK战队那帮人是多么的欠揍 ZGDX做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个澳城内服就还像 太嚣张了 就是 尤其是那个叫陆岳 他哥今晚的酒会也不来 结果呢 他还敢在这儿叫嚣 这一点面子不给咱们A哥留啊 咱们A哥花了钱 花这么多钱 就是为了在赛前宣传一把 结果呢 都直播了还给咱打个二比零 不是说好了吗 表演赛 打个二比一就完事了 不给咱面子也就算了吧 还趾高气扬的 真是欠揍 喂 喂 你一会儿过来 对 多带几个人 给老子把ZGDX那几个 不上道的小子的手 全都给我废了 对了 动手的时候小心点 别伤到了陆家二公子 不是 哎 哥 为什么把姓陆那小子手也废了 陆家的人 倒了麻烦 打架 打架 这事儿吧 是A哥那边先撩者剑 他当时的原话就是 要找人 把那群职业选手的手给打废了 那群职业选手是谁呀 是ZGDX 兄弟们 他们要找人把ZGDX站队成员的手给打废了 而且他们没有开玩笑 当时都已经打电话叫人了 如果换作是你 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能不上去解决吗 而且如果让他们真的把人叫来 那一切都晚了 对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只说事实不做评价 大家慢慢消化 拜拜 陆月 既然大家都是一个战队的兄弟 既然大家都是一个战队的兄弟 你为了保护我们人打架这种事情 你为了保护我们人打架这种事情 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藏着业障 有件事情他们没说错 你的手 还是因为我打架在受伤的 陆月 好了 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 那大家以后 就不要揪着过去不放吧 可你的手术伤了 终究有我的一份责任 所以就算我说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 小邦说得没错 我的确是拖累了你 拖累了陈队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的确是陆月冲动 是陈月冲动 这样看来 的确不能把所有的错都怪在陆月头上 归根结底 还是杰克战队那个A哥太贱了 对呀 你换作是我 要是听见有人要揍我的兄弟 我也肯定要人啊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全部怪在陆月头上呀 你们怎么能这么想呢 这种事情就应该找警察叔叔啊 对 一定要告到他生活不能自理 陆月 对不起 是我不对误会你了 没事 陆月 委屈你了 我不觉得委屈 我确实是采取了最差劲的解决办法 陆月你也是 你这种情况你应该低时间联系我呀 你要是我在那没名声的手也不会受伤 你要是叫了我的话 我过去那不得直 你 直接打电话报警 是吧 陈哥来了 陈哥来了 马德 我终于等到ZGDX的人直播了 好奇心使我死亡 陈哥能解释一下打架时间吗 陆月为什么先动手啊 确实是陆月先动的手 至于为什么动手 你们可以去看爱家直播 名神有手伤所以你们退赛 就是因为这个打架的吧 为名神慕哀一秒钟 名神的手术伤是意外 没错 确实跟这个有关系 但名神的手之前也有旧伤 这是打职业比赛的选手常有的事 精箭撕裂 打CV这样很正常 不管怎么 陆月就是冲动 诚哥 那换做是你 你会怎么做呀 我不会上去打人 但我会让那些欺负我队友的人知道 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看 我和俱乐部的续约合同 你有时间嘚瑟了 还不如去扩充一下你的石身池 话说是不是该给个固定的位置了 总不能成天和这个傻子抢电脑 对吧 名神 那足以说明 我和你的地位孰轻孰重 我说的是给你加一个电脑珠 瑞哥 听说小王这次发了三个月的工资呢 这么惨 这就意味着他这三个月 随时都有可能向我借钱 那我可以选择不吃这份卖散饭吗 那那我也不吃 还说风链话 跟你俩工资啊 好 我吃 我活该 这毒是我应得的 小胖 虽然被罚工资吧 你这请客吃饭 你好歹肉得吃的多买一斤吧 你这啥都没有啊 对啊 怎么一块肉都没有 你们俩不吃就给我 别别别别 吃吃吃吃吃吃吃 我再舍舍 别别说的 别别说的 你有肉吗 有一点 你干嘛 不是吧 小胖 给自己偏爱的小孩在碗底藏肉加料这种事情 我以为在我妈那个年代就已经不流行了 他 生气了吧 说他 吴玥 我错了 不应该没搞清楚状况就带领你一波节奏 对不起 这 这就是你说的 去试试吧 一个完美的女人 就要随时以性感的一面应对所有的突发状况 我是去拍定妆照啊 又不是去拍结婚照 说得好 明天是你跟诚哥第一次照片同框 我希望下次看见你们两个人同框是在明正局 你们的结婚政策 你想多了姐妹 美好的祝福送给你啊姐妹 我的二百五闺女拿下电竞男神 真要有那么一天 我能在外面吹牛吹一辈子呢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啊 这黑色多透啊 穿在衣服里面 我还要不要上场比赛了 朦胧美啊 懂不懂 那你去试试这个 快 哎 走啊 这个好可爱啊 现在未成年少女啊 都不穿得这么幼稚啊 我就是喜欢 那好吧 那这两件你去试一下喽 不用试了吧 好了 既然还没有决定谁是首发呢 你现在发愁也没有用啊 总之明天要先拍照 你就拿你的精神状态来告诉我们的队长 你就是她的最佳拍档 到时候你和诚哥的CP照一出来 也许网友的呼声一高涨 俱乐部就与你做首发了呢 好了 去吧去吧 拜托拜托啊 走走走走 化妆了 还造型了 科技饮水机旁边 是没有镜头的 陆月 我劝你善良 你怎么坐在我的位置上 还吃着我的良品铺子 童谣 跟我出来一下 怎么了 诚哥 你要不要吃点芒果干 很甜的 这什么东西啊 指甲上弄那么多东西怎么摸键盘 还有 这么长的睫毛 不折是香 这么浓的香水味 是想呛死自己的队友 让我收到比赛吗 想要拿首发尾 就给我一门心思好好练 不要整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被我抓到潜规则现场喽 删了 我不 再敢给麻通风报仇 对你不客气 哥 你变了 童谣 怎么 怎么了 我带你做的美甲和睫毛呢 背大饼吃啊 诚哥不同意 姐 姐妹啊 我发现啊 现在只有诚哥才能镇压你了 怎么话题又扯到诚哥身上了 上次的酒吧时间啊 你心态爆炸成那样 诚哥把你带回去 第二天你就恢复原样了 你说 诚哥是不是对你做什么了 哎 老实交代啊 你现在啊 你是不是一想到诚哥 你就心中喜悦 心跳加速 面红耳势 无反自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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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三秒钟 你快回答啊 不回答就是默认了啊 你是不是喜欢诚哥啊 是不是 你说啊你 姐妹 你恋爱了 大饼 你怎么不销门 你怎么不锁门 我忘记了 我懒得销 我以为你从床上滚下来了 我的天哪 成果 你们俩都果然在一起了 今天大家都睡得挺早的 过两天要拍宣传照 所以我让大家早点休息 那你还真是对吧 你 Going to drug someone 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 不要 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 你怎么从上滚下来了 你不听这心情的 看什么 人 Jonas 我怎么从床上滚下来了 那你不再进去扶一下 算了 人总要学会自己成长